朋友卡的奶奶给他留下了一辆卫星轿车 竟然可能只有东德人还有印象的轿车早已停产 在卡家的地下车库吸毁25年过后 即便巧合 他又得以复活 所以当他问我 要不要开始他出去玩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地修了好 我们 跟另外两个朋友一起 去了勃兰登堡州 深山老林里一群被遗弃的军事建筑 有的建筑还保留着曾经的格局 而有的房顶都已经被掀翻 墙上凡有空白之处 都被后来到逢年轻人吐了鸭 树林深处还藏着一个湖 湖边有垂钓的老手 钓向了一条好大的鱼 还有晚上九点半的夕阳 踮着脚 探着头 在树林上头 仿佛对我们说再见 晚上我们去了Eric家 在他家后院里 升起了篝火 我突然想起今晚11点20分 会有星链从我们的头顶穿过 我卡着时间 背着相机和手机 万分期待地等着星链 可这个反省太多 只能用眼睛 看着它们一闪一闪的穿过 没能用相机 把它们静下来 这是七月的一个周六夜晚 德国的夏天很短 我想这下这美好的一天 因为既然我们抓不住时间 就不太记录下来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